高掛國旗 海巡署巡護9號跟漁業署漁訓2號 1號從高雄出發 往沖織鳥礁前進 展開護漁行動 現在傳出因應我方的動作 日本也派出五六艘公務船 在沖織鳥海域附近巡邏 就怕我國兩艘護漁艦站立輸給日本 海巡署5號緊急派出頓位最大的宜蘭艦 全速前進 緊急馳援沖織鳥海域 一般的裝備怎麼護 有沒有水泡 沒有 拍名什麼護馬 立委一度怕沖織鳥護漁艦不夠力 但海巡宜蘭艦戰力加倍 配備40快炮 20機炮 T75班用機槍4座 還有射程長達120公尺的水泡 東盛級漁船遭日方扣押 始發一個星期 外交部 海巡署 漁業署 通通到立援報告 還原始發經過 上個月24號東盛級漁船 遭到日本保安廳船艦追擊 25號遭扣船 隔天協調 繳交訴訟 共保證金170萬 27號日方才讓仁船離開 但外交部直到28號後 陸續向日方抗議 沖織鳥不應擁有 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被批評 動作慢半拍 我們是在弱方 他們強勢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外交部 這個嘴炮 仁船即將平安回來 但立委還是相當火大 最火的還是繳交170萬 等於承認做錯事 要漁民日後如何繼續安全捕魚 叫他們來 叫錢這是什麼意思 報告 報告 這是本來他們的 東盛級16號遭扣後 在沖織鳥礁附近捕魚船 數量減少到個位數 也盡量避免到附近作業 只是日本將三塊榻榻米大的礁 當作是島 片面主張經濟海域 離譜的行為不論新舊政府 都得硬起來捍衛魚民作業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